有人要泛满毕业咯 我們可以看到韋翰的一個Pick and Low 面對一個好溫的防守當中 他不用觀察 如果沒有上來的話 他立會傳球 這就是一個好溫的一個 傳球的決定 我們剛才犯規的是康格 所以克里斯跟艾德都還可以留在場上 那講到林維他今天已經Triple Double了 他已經得分籃板跟助攻全部來到雙位數了 對 非常難得 18分10籃板12助攻 而且這助攻也出了更多的機械攻擊 會給阿達西 可是今天Hawr的發球沒有有效的資源 因為韋翰也同時成為了T1 第一個在正規時間還沒有到點之前 正規時間之內就達成大三圓的奔土球員 前面板擊打起來 11分的落後剩下2分半鐘來追 Hawr 現2分半鐘來追 Hawr 現金卡利波奧巴西犯規 好嗎 這個絕對是阿巴西犯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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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要犯規畢業 那他要犯規畢業 阿巴西的犯規 阿巴西的犯規 六四 四 留下了22分六籃板三助攻四超捷 跟多次灌籃的成績 阿巴西今天 六犯 離場了 三四 三五 五 六 五 一 五 六 我還好為了繼續的取得兩罰機會 今天罰球目前為止是五罰一中 目前拿下14分 上場時間其實很少 只有23分鐘左右的國外號位 所以他就保護他的體力 當然這兩分鐘就考驗了他們整個防守的強度 昨天打36分鐘 今天這樣打的話大概就只有25分鐘 對 沒有錯 比昨天少10分鐘 是 很有走步險疑 這麼遠的拋頭 哇 克利斯 哇 這個比假爸的天空還要遠 0.6秒 真的在空中有一個偷懶嗎 對 因為他們這球如果還可以傳出珠宮的話那就省了 對 沒有錯 哈哈哈哈 有人跳在空中 但是是完成到現在還不夠 歐洲補 穿出了十棒 不錯不錯 最後兩分鐘 最後兩分鐘啊 這一波的攻守真是關鍵 糟糕 C拍漏掉了 球就投進了 對 非常好的一個Pro的拋頭 所以看到我們覺得現在 好 我必須要不斷地去搶分了 對 可以打 哇 喔喔喔喔喔喔喔 突然換我 好兇啊 把克利斯整個甩到後面去 對 你在NBA打球啊 你沒有這樣子 學我摔角是很難做生存的啊 好 剛才艾富伯這些的投力也是比較勉強一些 對 沮喪的又可以上一次犯規 慢慢的把時間給戳掉 慢慢的把時間給戳掉 哇 這個給的太深了一些 對 因為他今天傳出了12次的助攻 有發生了3次失誤 他助攻失誤 可能是4比1左右 自己來到第一位了 然後又傳出來了 哇 我這個3分前我沒有投進 那雲抱可能要輸掉這樣的比賽了 對 事實上來講今天 哦 總理哥都在下半場的時候 3分前我亂想的發揮就是一個關鍵 好 德里斯 足點的3分球沒有投進 喔 林秉勝抓下進攻籃板 錦上天花的一個進攻籃板 單場的第13次出攻 玛利ave翰 可惜隊友3分球沒有投進 第一回 打向籃板 交給劉建銘 哇哈哈 這就有了 那麼拉向籃板 最後中心特攻的這球 應該也不需要打了 回到主場之後 中心特攻 完成了逆轉勝 最後是103比94 九分之差 擊敗了桃園雲豹 收下他們本賽季的第一場勝利 今天也非常恭喜林維漢 他完成了大三圓的成績 18分 10籃板 12助攻 成為了本土球員 在正規時間之內 第一個完成 三雙的選手 那連續兩場比賽 看到對阿豪的上場時間 其實都不算太多 昨天上場36分鐘 拿下21分 今天上場了 大概25分鐘左右 拿到不到20分的分數 準確來講是只有拿下15分 是他來到T1聯賽之後 單獎得分最低的一場比賽 的確 Bet to Bet的比賽 連續兩場比賽 對剛受傷回來的 我的確是一個討厭 那其他的隊友 今天露天也發揮得非常好 比賽 比賽